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着那些艺人和观众拜年 羊年是什么 喜喜羊羊 好听 全家都是喜喜羊羊 然后羊羊得意 羊咩年 要咩就有咩 这么好意头 我听你讲什么叫三羊开泰 不要谈 别谈 别谈 不要谈 别谈 开始了 今天我们开始这个医药讲座 大家都知道 方医生是一个很出名的老人科医生 所以我今天就讲一些 比较多的老人病 我想问一问方医生 是不是同一样东西呢 首先 一开始要澄清得很重要 连那些医生都犯这个错 不是说医生不懂事 但讲惯了 阿婆 阿母 又要看你的风湿如何 他以为所有关节痛 关节不舒服 他就用风湿的字代表 所以首先要澄清 关节痛 普通老人是三个病 三个不同的情况 但我们是人都叫风湿 实在 老人关节不舒服 关节痛 关节肿 关节发炎 最少是风湿 记住 如果一百个老人来我那儿 一百个长者来看关节痛 例如膝头痛 一百个来 八十个是退化性的老人关节病 即是老了 关节退化了 又沾骨 又没那么滑 占两个骨 骨和骨中间的肌肉 那个软块 软骨又扁了 那些完全是因为 是用了那么久 那个关节会退化 以前在电台讲 现在我和罗医生都没有讲半年 有没有半年 没有了 有了 我最经常说八个字 认老 有些死都不肯认老 但不认不得了 他的想法是这样的 接受 接受 接受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老了的关节 器官都是差一点 要接受 接受 接着呢 感谢上帝 还有四 感谢上帝 好像今天 每个新年来到这里 听讲座 你不感谢上帝也不行 有生命气息行得 虽然有时怨怨痛痛 我刚才说 我们连医生都用错了 为何用错 他不是 不懂事 即是说 是关节炎 风湿 风湿代表 一百个 关节痛的老人 八十个是 退化性的 关节炎 还有什么呢 风湿有多少个呢 只有八九个 风湿是病 影响什么 影响肺 影响心 影响肌 影响肝 影响肝 也有些影响 所以 只有八个 其他十几个是什么呢 痛风症 痛风症 大多数男人 所以 首先 罗医生 我每次讲座 关节炎 先告诉大家 我们说惯了用风湿 那个字 实际风湿 是病 为何是病呢 寶寶仔都有 你想想 就是病了 寶寶仔有风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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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老人病 现在开始 先澄清了 如果你说 一百个 你不用问了 八十个关节痛 是因为老 因为退化 十二个痛风症 尤其是男人 过了三十岁 只有八九个 是风湿 罗医生 这个 这样 我以前听过人说 他说 关节炎是西医的名称 你西医的 风湿就是中国人的名称 和一样病 其实就不是 完全不一样 风湿 其实是一个 和关节没有什么关系 从开始来说 风湿 是可以影响关节 但是风湿本身 是你身体里面的抗疫系统 和病 所以风湿 其实有风湿热 风湿热 不是关节痛 风湿热 是心痕制有的 多数是BB制有 喉咙发炎 发高热 是有一种菌 叫做葡萄药菌 有一种菌 影响它 它发烧 但是这种风湿热 就跟着 它有了这种菌 身体里面 产生了一种抗疫源 抗疫源 这些抗疫源 就不轮上了 它就 襲击你的心脏 襲击你的关节 襲击你的肾脏 很多东西 黑肝 于是 有些人 最辛苦 就是襲击心脏 你襲击心脏 心脏开始厚 开始心漏 于是 产生了一种病 叫做风湿性的心脏病 这个很麻烦 由心脏气 一直到大 很多心脏病 我们心反的病 老大人 就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风湿本身 它可以影响关节 但其实影响关节 很少分量 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弄错了 就说风湿 等于关节炎 有人说 我想想 为什么这种东西叫风湿呢 中国人 其实很简单 因为 这些病毒是 凍的地方 湿的地方 当襲击心脏病 它去到凍的地方 湿的地方 就感染了脑菌 就开始有这种东西 所以风湿 有风湿性的关节 也有 风湿性的关节炎 也很特别 这个就不是 跟我们刚才 方先生所说的 就是老人的那种 退化性关节炎 风湿性的关节炎 年轻人才有 这个关节很特别 整身走 随处走 即是 我今天膝头疼痛 明天不痛 明天我肩膀疼痛 后日我背脊痛 大后又我手肘痛 这些关节不是在一起 即是那些痛到处走 为什么会这样 年轻人也有 这就是因为风湿性的关节炎 是叫做 癌痘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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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痘 最普遍的病是什么病 最普遍的病是什么病 最普遍如果你说美国很可怜 70岁的长者是焦虑和抑鬱 如果你说说病 但如果你说关节痛 始终过了70岁 不是过70岁 55岁以后开始了 我想问问在座的诸君 我们当中 你觉得有关节炎 或者你说风湿 你觉得有风湿的人举手 有多少个人有 关节痛 关节痛 有多少个人有 关节痛 有些好事不举手 其实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 我相信有一半人以上 即是你上了50岁60岁 有一半人以上是有关节炎的 现在根据统计 根据世界统计 最普遍的病 不只是中国 不只是美国 最普遍的病 是关节炎 当然他不死 最容易死就是心脏病 所以说 关节炎就不死 但有 有些肩头痛 有些人说我50肩 有些人说我脚痛 所以很普遍 为什么这么普遍呢 因为最普遍那种的关节炎 就是退化性 这个就是跟我们年龄有关系 我意思是说 喂 为什么你的头发白 你升 50年前的头发 黑乱乱的 为什么现在白 我老了 还有 白头发也比没有头发 是 我知道 那 其实我不是的 我很多白头发 但我都脱了 那 好 那 或者 或者 同一个说法 就是说 喂 你三四十年前 你那个面是滑滑滑的 为什么现在有皱纹呢 那 你说我老的 当然 在我们来说 在外面看来 你看到 哇 为什么你头发开始白 为什么你开始有皱纹呢 那 你看得到 但是呢 在你关节里面 你看不到 你的关节是老的 原来 原来你的关节老呢 就开始有关节炎 退化性 就是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 或者你的软骨又蝕了 或者你某一方面 过脑得太腫了 里面的东西 那你就有炎了 是我们看不到的 但是其实呢 这是一个老化的一件事 那今天特别呢 方医生是专家 他是老人专家 所以就让他多说 关节炎丰濕的东西 好了 那 方医生 你怎么知道 一个人有关节炎 你怎么断定他有关节炎 哪一类关节炎 是不是风湿 是不是类风湿 是不是 你刚才也说过 是不是这个 痛风 那你怎么知道 一个人进来 譬如我 我看到你有关节炎 我肩膀痛 怎么办 你知道我什么事 有没有脱脚 你怎么知道我有什么病 你看他的症状 和和他 和他聊天 根本 你已经知道 一百个八十个是 所谓 退化性的关节炎 你已经有好处了 你如果是赌博 赌钱 赌徒 你已经赢了 八十个percent 但是你一坐下 聊天 你就发觉 他的症状 好像刚才你说 风湿 你们要问 三个病不同 所以今天希望 你们离开之前 就知道 这三个病 各有各个特性 如果你怀疑风湿 你先看他是男人 还是女人 女人是风湿症 这是病 多过男人很多 而且是遗传的 在家族里面有 你已经是 所以你要明白 你要问他 好像刚才你说 他到处走 风湿症 有一样东西 他周围的痛法 风湿症 你跟他聊天 你就知道 这个要怀疑是风湿 他除了周围走 他是相对的 如果右手腕 他就左手腕 遲早有 右膝头疼痛 他就左膝头疼 遲早会一起有 你一怀疑 那时候才照 抽血 这个风湿症 有些抽血 可以引证 不是一定要有 抽到的血 是不正常才能做得到风湿 有很多的血正常 一样是风湿 但我们有的 75%抽到 Rumatoid factor 正常人没有的 可以抽血 但是风湿症 不是抽血 诊断 有些不同 通风症 大家都知道 通风症 是什么呢 通风症 是两样东西 第一 有遺传 所有遺传 家族有 男人 通风症是男人 三十岁以下 差不多没有 我未见过 我见过两个三十岁以下 的通风症 男人 全部是三十岁以上 那你要问 通风症是怎么来的 通风症是因为什么 又因为吃得尿酸太多 尿酸太多 通风症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遺传 男人 记住不是女人 男人遺传 三十岁以上 有些很留意界口 他也有通风症 你要明白 很简单地告诉大家 为何吃尿酸太多的东西 会通风症呢 大家都知道 留意尿酸不要太多 否则通风症实际很简单 尿酸太多 他就走入你那些教 那些教 他变了 结晶体变了Crystal Crystal 我们的身体上体造 我们真的太过奇妙了 你一有外来的外来之物 他就打了 他说这些结晶体通风 叫做尿酸的结晶体 不是我们身体应该有 他就打了 打就派军队 军队就是什么 白血球 出了那些 他又排了很多 敲数 排了很多抵抗的那些 那些 哎呀 他就肿起来 通风症 跟关节炎有什么不同 如果坐下聊天呢 如今羅医生说 通风 关节炎那些人 即是 风湿那些 他自己知道自己有风湿很久 所以这裏又走 那裏又走 但没有一次要抬右去找医生 或者去医院 但通风症久不久有个抬右来 因为他为什么呢 睡觉时没事 睡到半夜 三四点最多 一落地都不能够踩着脚 最容易 通风症最多是哪个关节呢 大脚趾公 大脚趾公那些 哇 踩下去都没命 跟着呢 大的关节都有 膝头高很多 手腕也有 但通风症不仅是关节 那些筋都有通风症 所以痛到 艾救命 艾救命是男人 男人 就不仅是因为吃东西 是你家族有遗传 但你家族有了遗传 你更拼命吃些 好高 现在越整越多 女人有了 以前呢 我说医学院的时候 很少见女人有 现在呢 当然那些女人好吃好住了 好吃好住了 要说哪些食物最多尿酸 看谁可以说出来 豆 红黄蓝白黑的豆都不肯 很厉害 红黄蓝白黑 红黄蓝白黑的豆 红黄蓝白黑的豆 黃豆 黑豆 红豆 綠豆 有很多尿酸 还有呢 那些人 牛肉 牛肉 和羊肉 打鱼很流行羊肉 肥羊肥牛 跟着 打鱼有很多什么 海鲜 内藏 海鲜 有殻的 想不死也挺难 怎样呢 有殻的海鲜 再加上 牛百叶 牛肚 好 漂亮的猪蝇 和 神 猪腰 猪腰 还有什么 有些 不是那么多人留意到 但是呢 很多 有殻的海鲜 最坏 就是 总之 什么有殻 都是尿酸膏 这件事大家记住 有殻的 你吃蜆 首先是鱿鱼 都有鱿鱼 有殻的 很多人不知道鱿鱼 有殻的 净过什么 痛风症 有什么 生果痛风症 有没有 没有什么 有没有蔬菜痛风症 有 好大件事 菠菜 好大件事 西人芥兰菠菜 椰菜花 还有呢 最惨是什么呢 尼筍 实是坏 有两条就坏了 尼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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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留意 有 有 很多 整个都尼筍 不过是讲季节 一闪闪 一闪闪 那些 你不相信 我讲一件事给大家听 你就会容易记得 是真事来的 我有个病人来看我一次痛风症 脚趾肿,脚趾肿 他来我三藩师的诊所看我 他要泊车,那些泊车要付钱 他在楼下打钱 走来看,要等一段时间 到我见他,我说你有痛风症 说你脚趾肿肿肿 他说不用问,你有痛风症 这个痛风症和食品很有关系 你最好吃少些 吃少些什么呢? 红肉,油壳,海鲜 那些是蛋白质太高的食物 除了肉类之外,有些菜也不行 比如说,三样菜 菠菜,菠菜,蜜笋和椰菜花 然后我说,还有东西要告诉你 他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然后隔壁的医生就走了 我说,为什么要走? 他说,我的车下面够钟 我再迟些,别人抄牌 然后走过去,第二个星期来 他说,罗医生,你都害得我惨 我说,你叫我不要吃药 我听你说,我吃渣什么都不吃 我天天吃豆腐 哈哈,可惨 是黄豆 他以为是豆腐 就好了 豆腐是黄豆 刚才所说的什么的豆 豆腐是黄豆 那便很高尿酸的份量 所以你什么都不吃 又是吃豆腐,便会论盡 所以说食泡治疗 如果你有痛风症,豆腐不能吃 就是刚才那三样菜不能吃 千万不要说我吃红豆粥,绿豆沙 一样不能吃 豆什么都不行 你说我要吃这个 或者是冰豆又不行 我要吃豆角又不行 所有的豆都不行 你记住,这个很高的 肉的大家都记得 因为我们讲胆固纯人 别人说我吃了,肉不行 但菜这个尿酸是很特别的 内藏 内藏 有几样东西少些人知道 连医生都不知道 但如果问的人 一味死口不认 我没有乱吃东西 那也不奇怪 因为街口戒得很好 是阿爷生得虽 没人说 你选错了阿爷 人家就会有风症 要很小心 但有几样东西人不知道 冬菇没有事 白菌有事 那些Mushroom Mushroom很重 白菌叫做Mushroom 叫做蒙菇 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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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很厉害 很多 我们有个姓黄 我们的茶警班 人家真的死口不认 什么 戒口戒得很好 我就说 我说 是女人 一定有些东西特别 最近吃到墨皮,墨皮有多高尿酸, 我们吃墨皮没问题,我们都没有尿酸症, 但一是不吃,一吃朝朝两大碗墨皮, 就好东西了。 还有没有听过,老火汤,老火汤也是, 熬的那些,牛骨,猪骨,牛颈骨,我最喜欢什么呢? 罗宋汤,真棒,用牛颈骨来熬的那些, 洋葱、薯仔那些,全部尿酸细细, 所以有很多人,多喝一碗老火汤, 他本来鞭皮的应该有, 还有没有中间,他多做一碗老火汤, 但我们没有尿酸症的人, 不是那么紧张,照喝老火汤, 最棒的是什么? 响裸顿竹丝鸡, 记住这几件事,不要戒得那么紧张, 为什么呢? 我们自己的牧师,灵牧师就是这样, 戒口戒得太紧张, 没有人生乐趣, 牧师为何苦口苦面,戒得很紧张, 有两种人应该介绍他吃药, 我就不喜欢人吃药, 大家知道药有很大的副作用, 但是如果那些人做到苦口苦面, 又没有兴趣,又有什么恨吃又不能吃, 一种人就是这样, 另外那种,每个星期, 一个月四五次回不了工, 痛风症, 那些我劝他每天吃一粒钢尿酸丸, 以前只有一只, 现在很多人越整越多, 都挺好,so far so good, 那些被疗科医生用的, Uloric, 不过制不过, 我现在没有给了, 真可憐,二百多匹, 不包的, 你知道吗? 不包的, 什么都不包的, 很惨, 什么都不包, 真是很可憐, 什么都不包, 以前那种便宜到烂了, 不过我不是认真喜欢, 因为它都是怀肝, 有时候坏神, 你的神功能不好也要, 但是有好处, 你到整天都痛, 不能上班, 到没有人生乐趣, 现在我们牧师都不知多开心, 什么都吃, 照打边炉, 照什么, 因为他知道吃了, 他就和他降了尿酸, 必要时就这样, 但为何尿酸呢? 顺带讲一讲, 尿酸怎会关那些, 关那些被疗科是什么事? 被疗科是什么医生? 何谓Urologist? 被疗科是看什么的? 神脏, 排泄, 膀胱, 神脏, 尿道, 我有个肚猪, 肚猪很厉害, 写封信我看Dudu医生, 他看那些是看神, 看尿管, 看膀胱, 看前列腺, 我问一下, 尿酸和被疗科医生有什么关系? 他不医关节痛, 为何他们那么紧张尿酸呢? 神石, 如果我们正常, 尿酸高到12, 我们就担心另外一件事, 神结石, 还照不到神结石, 人们说, 我痛到医疗救命, 走到医疗医院, 照不到, 感谢上帝, 没有石, 不是, 那些透明的, 那些X-ray照不到的, 我们照到的石是什么? 钙石, 有钙质的, Calsium就照到, 所以那些神科医生很留意, 很多时候, 他又不痛, 没有痛风症, 他又走了去, 神科医生, 叫小染痛, 但是救命, 原来在排着石, 所以我呢, 我其中第三件事, 要给病人吃, 要求他吃, 第三件事, 第一, 痛得太多, 不能做工, 第二, 你不肯戒口, 不肯戒口, 很应该吃药, 第三, 那个Number太高, 你高到12点多, 尿酸的Number, 你特时问医生, 尿酸有多少, 痛风症那些男人, 都是9, 10, 12点多, 所以, 你的尿, 腎石的机会, 很大, 五、六十个percent, 所以一定要禁止尿酸, 不断移, 说了痛风症给大家听, 痛风症不是说, 偶下偶下, 过几星期, 过几月, 我们叫做, Gout Attack, 中文人说, 痛风症的, 特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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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床无数, 哇, 三、四点踩不到在地上, 那些是救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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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到你讲了, 那当然来讲, 就是说到痛风症那里, 就是尿酸, 一般来讲, 腎石, 钙石, 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九十, 但是, 尿酸石很少, 那你怎样知道呢, 其实, 验尿, 可以看到尿里面有, 有这个, 尿酸的结晶, 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不过这样, 我不要讲, 讲得太过多, 关于这个痛风症, 因为这里, 我们的男士不是那么多, 那你们一来讲痛风症, 他们不是那么有兴趣的, 我们讲点女士多一点, 那女士多的, 那就是叫做, 雷风湿, 那女士多个男士, 那这个都是, 那雷风湿, 又是有, 又是有, 又是有关系的, 也都跟风湿有关系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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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病呢, 又是请方医生, 发表一下意见, 他怎么知道, 你有雷风湿呢, 大家要记住, 你关节筒呢, 你就说, 是的, 只有三种, 如果男人, 就担心疗孙, 那些男女人呢, 一过了七十几八十岁, 就不用问, 很贵了, 是退化老人, 长者, 老人, 骨刺, 和磨那些薄, 薄, 很薄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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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呢, 八九个percent, 那个医生, 又说得对我, 你是, 风湿, 风湿, 你记住, 这个是, 整体身体的病来的, 怎么来呢, 我们身体呢, 你说, 我说过很多次, 上帝创造人, 你真是没得顶的, 有少少他觉得是外来的东西, 我们的身体就打了, 用什么打呢, 有几十种, 有几种特别厉害的, 几十种那些, 那些白血球, 那出错了, 任何系统都有一些出错, 我们那个所谓雷风湿, 我们的身体呢, 认不到, 其中一个原因, 好像刚才罗医生说, 喉咙发炎之后, 他搞磨了这个系统呢, 就, 他认不到我们的心犯是自己的, 最惨是那些, rheumatic fever,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他好了, 喉咙痛, 做什么好呢, 但是呢, 他这个过程呢, 他转了, 转了什么呢, 我竟然认不出, 这个心犯是自己的, 所以所有风湿症呢, 一个大道理呢, 那个上帝预备, 和我们预备好这个系统呢, 本来呢, 完全呢, 没有瑕疵的, 即是说, 合自己的, 属于自己身体的东西, 我永远不打的, 但是不属于自己身体呢, 即刻打, 半夜三更, 好像那些尿酸来到, 他觉得那些尿酸不是自己身体, 他竟然在那个, 那个膝头那里, 结了水晶体, 一粒粒, 好像我们冰糖那样, 即刻打, 什么叫雷锋湿呢, 好地地一个人, 女人多, 还有遗传, 这些姑娘, 婆婆, 姐妹呢, 零射多, 要问几句呢, 和那些症状相对相对, 周围走, 但是, 左手, 右手, 始终一齐出的, 那么, 你要问, 为什麽这麽陰功呢, 就是那个防疫系统, 突然之间失调了, 他认不到, 认不到, 是自己的, 那为什麽关节这麽惨呢, 丰收好惨, 我第二个姐姐, 在Head Moon Bay住, 最陰功了, 叫了她, 不要在Head Moon Bay住, 是吧, 很陰功, 住了十多年, 那边, 很好地方, 她很恨那间屋, 当然很恨, 喜欢对着海皮, 是吧, 哎呀, 真可憐, 我们新设住土庫, 就已经不同了, 和上面, 这些没得说的, 濕, 和风, 濕, 那些人呢, 医不到, 我有两个, 西人来的, 他肯搬, 你叫搬是什麽? Phoenix, Arizona, 和Las Vegas, 哎呀, 舒服了, 干的热, 我们醉咒是什麽? 濕的热, 它干的热, 所以香港风湿都很惨, 都是濕的, 死亡的地, 那它怎样呢, 那个身体认不到, 很可憐, 我们每一个关節, 有一块很靓的膜, 叫做Cynovium, Cynovium, 它包住它, 那只脚有个胶袋, 哎呀, 他认不出这个胶袋是自己的, 他说不行, 要打, 打它, 又肿又出水, 所以很可憐 所以我覺得很可憐 美國醫療風濕頂尖 每一個大學都是研究頂尖 但始終是自表不自本 始終是甚麼 他自己認不到自己 他想的辦法是按住他便可以 按住他便好似他說 這些白血球很需要打我的鸛膜 他便按住白血球 給甚麼藥呢? 給激素、消炎 現在這十多年 有了十多年了 用甚麼? 用癌症藥 真可憐了,抗癌藥 要用道理,為甚麼我才用? 人們化療很可憐,白血球都低了,要留意不要入醫院,不要傷風,不要發燒 我認識一個牧師,現在正在做化療,戴口罩不准白血球 白血球少過一千就很緊張,就是它按住你 用這個辦法來禁淚固醇,淚風濕的病人是多可憐,是否可以 老實說,我怎知道我有淚風濕,我的關節痛,因為醫法不同 一般的關節炎,特別是退化性關節炎那些,跟淚風濕很不同 我怎知道,第一,淚風濕是年輕的 有的,即是你退化性關節炎,多數是五、六十歲有 你二十歲,二十五歲就沒有,沒有退化性關節炎 你要知道,你二十多歲時,你頭髮哪會白,對吧 即是你沒有退化,但淚風濕是因為你身體的抗體 產生很多抗體,抗體是抵抗你關節裏面的組織 那這些,所以有些二十多歲,就可以痛了,關節痛了 那跟著呢,那些關節變形,重亂盡 我們現在的關節,我們最多是腫少少 但如果你淚風濕,就歪了,關節變形的 很多人到三十歲到三十歲,又不能走,又不能坐輪椅 那這個是淚風濕的,淚風濕比較普通,這個關節炎 淚風濕性的關節炎,比較普通關節炎,是嚴重很多的 因為它一日到刻,你的身體都在抗體打你自己 那剛才你說到吃藥,譬如說,如果一個病人來,如果它是風濕 它是嚴重的對快性風濕,那你就不會給抗癌的藥吃 沒有理由,但淚風濕有時沒有辦法,我也有些淚風濕 你一定要給,因為所有藥都不行,你的身體 它就要按住你的身體的抗體,就要用抗癌的藥來治療 所以你說,你看一個病人,如果它有風濕症,有關節炎 就要看你,你不要說,關節炎,就給你藥 你看看是什麼,是什麼關節炎 那變了,你一定要知道,因為它醫的方法不同 就是做法不同,通常來說,你要炎血 然後,有很多要做X光,什麼核磁共振,很多東西 它斷證了,斷定了你是有那種,那種淚風濕 不過淚風濕那個,一般的斷證,不是那麼難 還有治療,它也有很多治療方法 我又給方醫生說,你怎樣斷證,你怎樣知道它是否是 還有,你給藥,你又有什麼不同 他講的故事,你都覺得有幾成 他講的故事不同,第一個是女人 第二個是女人,她的痛症,那些關節周圍走,兩邊對稱 第三,不用照了,因為很多人來到,它已經二十幾年 四十幾歲而已,二十幾歲就開始有了 你看人家的手就知道了,我們的手指直 雷風濕什麼? 這樣的,它不向左,好像風吹那些大樹 當然是向右,那些叫做ulner deviation 你見到很多老人,一塊塊的那些反而不是 一塊塊,九十九個百分針是 關節就是一塊塊,有喊痛,那些完全退化性 但最慘就是手這樣,還有哪一節都是原因 哪一節呢?這一節呢?這一節呢? 淚風濕機會大些,很少淚風濕是 只是這一節的,我們叫做disto,PIP 這一節不腫,只是這一節腫,你就不用問阿貴的了 不是淚風濕的了,所以你已經要看病人 要摸病人,要看病人,要看病人 現在醫生不看病人,不摸病人,不看病人 但你根本是看到的,如果是看哪一節有事 手一伸出來,一握手,他的手下巴向 這樣給你看到,很多人拍的,我們這樣 他不是,他是這樣的,這樣已經實在太遲 因為這些沒有二十多年都不會有的了 所以最大的淚風濕是醫法要包埋,開刀 陰公,要包埋開刀 為什麼要開刀? 他還有這麼多年命,什麼都是講命 他的命他還有這麼多年,還沒死 還沒死,要做人幫他過 所以現在越想越多,越想越多 那些人很普遍,很隨便 你就給那些,真的很隨便 現在見任何一個,那些叫做淚風濕專家 他吹吹吹聲,他就開始開那些叫化療 醫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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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吃一吃一吃一吃, 一輩子吃雷固醇有很大副作用, 骨頭又脆, 整個身形都變了, 臉都腫了,圓了, 所以到這個階段都是無法扭轉, 但我們醫生的責任, 既然他還沒死, 很多時候, 說給學生聽說話那麼好笑, 那麼漏笑, 不是, 你對著一班老人, 你的責任是甚麼他都未知, 老人他在受苦有很多, 我不理會, 今天講雷豐宿他在受苦, 你的責任不是讓他健康一些, 你的責任不是讓他長命一些, 你的責任是他這段時間過了這段時間, 讓他有些人生樂趣, 好像說, 我那個牧師, 我是要逼他吃, 吃甚麼, 因為我見到他沒有人生樂趣, 想吃的東西又不肯, 他很喜歡吃, 很喜歡吃那些有喝的海產, 這樣就糟糕了, 現在不知道多開心, 我們就幫他那些, 我沒醫過他一天的, 沒有醫的, 所以這三個症狀, 你們今天要明白, 是不同症狀, 再講一講, 雷豐宿是病, 記住, 有膜的東西他就喜歡打, 這麼有趣, 甚麼膜? 剛才我說的膝蓋, 手腕都有一些膜, 黏膜, 打, 打到發炎, 腫了, 有水, 包住肺的那塊膜, 又打, 所以這班人, 整天都叫心口痛, 吸口氣又痛, 還有, 包住心的那塊膜, 又打, 腎有沒有事? 有事, 腎有事, 如果你是淚豐宿, 其中一類, 大家都聽過那個, Lupus, 更陰光, Lupus是甚麼? 紅斑狼瘡, 紅斑狼瘡, 紅斑就是臉紅斑, 狼瘡是甚麼來的? 我們都沒見過, 紅斑狼瘡, Lupus, Lupus就是狼, 但是呢, 不過逆了好幾十年, 我們連狼都沒見過, 怎會是狼瘡, 看到狼瘡? 狼瘡, 他是這樣逆的, 慘, 其中淚豐室有幾個, 淚豐室本身有十二個症, 我們整天在診所見, 你不痛, 你不理, 每個人都以為關節炎, 就是封濕, 不是, 我們講講講, 連醫生都學我們病人講, 醫生懂的, 你不要說醫生不懂, 你封濕怎樣? 阿牧, 他實在是, 老人關節炎又說封濕, 阿牧又說封濕, 有幾個症, 如果是封濕那一類, 有三四個症, 很慘, 有些Lupus, 上腦, 打你那些血管, 腎又一早要洗腎, Skleroderma, 又是慘了, 那又怎樣呢? 都是自己打自己, 但這裏呢, 現在有時間, 我想講講, 那個神跡, 每日呢, 每一次你的媳婦, 有BB, 神跡來的, 你不用說, 唉呀, 生出來這麼漂亮的胎, 不是, 他懷得到這個BB, 都是神跡, 為甚麼呢? 我們的身體構造就是, 稍微有少少外面來的東西, 就打死他, 一定要打的, 不是為何痛風症, 不是為何風濕那麼慘, 是神跡, 那女人的身體, 那個BB, 跟那個女人的身體, 完全兩樣東西來的, 連血型都不同的, 他就是抬著一塊東西, 是外來的, 他沒有打死她的, 沒有打這個, 這個研究了很久了, 到時到後, 一個女人, 一有了BB, 他整個防疫系統, 然後呢, 調低的, 很有趣, 調到, 我認不到那個BB為止, 有多厲害, 所以, 有陀BB, 有些症狀, 就因為你調低了那個, 好像陀BB的中國女人, 尤其是, 很多甲狀腺, 他肯定調低了她, 那個Syroid, 遲些就來了, 有Hypothyroid, 又有Hashimoto, 但是很奇妙, 這件事, 你想想, 沒有可能能托到一個BB, 如果是身體這樣, 就夠重, 你那幾粒的尿酸, 你都搞到她人, 那麼痛苦, 但是呢, 每一個, 那些BB生出來, 你說, 是不是我們有, 有個造物主, 有沒有創造, 有個, 有個, 叫做, 最高級的, 智慧, 超智, 智慧, 智慧, 沒有一些想到的, 那誰做這個, 這個女人可以生到BB呢? 你一定有個, 最高的意位, 智慧, 哪個時候, 我們要做甚麼? program了, 我們那時候, 未有Computer, 他和你, program了, 全部鎖死了, 什麼時候有BB, 什麼時候降低, 什麼時候降低, 所以, 那些造物主, 是很奇妙的, 你沒有可能不信的, 聖經說, 你只看周圍, 你便知道, 沒有可能, 沒有一個, 神的, 沒有可能, 沒有一個造物的神, 不是那麼偶然的, 我們讀科學那些, 尤其是, 讀科學那些, 不信這些東西的, 但是你越認得, 越懂科學, 越知道這個世界, 沒有可能, 沒有神, 沒有可能, 所以, 90%多的科學家, 都信耶穌, 他只是頂不住, 他說, 一定有, 一定有, 有一個high intelligence, 最高的智慧, 我們呢, 現在懶牙策, 牙策是甚麼呢? 我們這些科學家, 我發明了這件事, 發明了這件事, 不是發明, 他發現的, 耶穌已經知道幾十幾千萬年了, 即是, 他知道那些, 我們現在認識的東西, 他知道了, 我們現在懶牙策, 哎呀, 我明白了, 那個逢疫系統衰了, 所以他便有痛風症, 他便有風濕症, 那個BB, 那個媽媽又教下, 他那個打BB那個系統, 他便生得出來, 誰跟你設計的, 不是就這樣生氣, 有些人更慌慕到, 是這樣爆出來的, 沒有這樣爆出來的, 沒有東西爆出來的, 你看到我的錶這麼精細, 我經常找個錶來做甚麼呢? 偵供, 不是偵供, Omega, 八千九元港幣, 我二十五元美金買到, 為甚麼呢? 在酒店拍, 那些人拿來酒店拍, 漂亮得不得了, 二十五元美金, 今天沒有帶, 我就想帶給你, 你看到這個錶, 沒有說, 哎呀, 真奇妙, 這個世界, 鐵螺絲走在一起, 它突然有個錶出來, 沒有的, 你說這個假東西, 但是, 一樣有創造的人, 他有那些, 黑市錶廠, 他整個精工, 就換了個Omega, 這樣, 八千多元, 就賣二十五元美金, 但是, 那個point, 就是, 這個錶, 你看到這麼漂亮, 沒有可能蠢得說, 蠢得說, 啊, 這麼幸運, 在街邊有些東西, 走在一起, 就成了個錶, 不是, 何況我們這個BB, BB出生, 已經兩個神跡了, 你要感謝神, 所以你不懂得感謝神, 不行, 你一定要感謝神, 第一, 他沒有打, 在肚子裡打死這個兒子, 已經是了, 第二, 出來之後, 我們的車濕濕了, 所以, 羅醫生當然是駕駛的, 我兩輛車, 一輛1992年, 一輛2001年, 那些車, 就算駕駛到現在十一萬的Benz, 你都是七十幾萬, 七十幾萬的零件, 七十幾萬個, 你的BB, 你的孫子, 身體的零件, 那些部分, 百幾萬, 沒有走錯的, 這個也是奇怪的, 這個, 不是神保守, 沒有可能的, 沒有可能, 所以, 大家, 我們這些醫學常識很重要, 今天, 希望講三件事, 你知道三件事都不同的, 但最重要, 逼著我們想, 逼著我們想, 這個世界, 沒有理由, 生老病死, 死死了, 那就一了百了, 沒有可能的, 所以, 上帝說什麼, 我就信什麼, 現在, 我們信那部聖經, 是神親自啟示給我的, 親自啟示給我的, 你不明白, 不明白不要緊要, 不明白, 很多不明白的, 我學人教聖經, 但是, 我專門講給學生聽, 我不明白這些, 但是, 他怎樣啟示, 你就怎樣教, 我們因為, 是上帝, 將他的說話, 親自告訴我們, 全世界沒有這樣的宗教, 奇些宗教, 你猜什麼, 是誤出來的, 是老師教給你的, 是老師寫下, 釋加茅尼, 佛教是怎樣, 誤誤, 所以釋加茅尼, 佛教很緊張, 說你無明, 你無明, 講極你都不明白, 又自己坐下又誤出來, 誤出來的東西很好, 這些說話很有道理的, 我現在每晚一點至一點半, 仍然看, 仍然看什麼, 靜空法師, 講話很有道理, 我很喜歡聽, 但是這個不是, 什麼, 上帝的啟示, 他不是我們的上帝, 講我聽, 但是我很欣賞, 所以大家有機會, 你來中信有很多機會, 接近神的說話, 人家又帶你去信尼蘇, 你的朋友又帶你去教堂, 這個是機會, 不要以為很多時間, 不要以為很多時間, 這個機會, 所以不要疏忽, 方醫生, 你用兩分鐘的時間, 你不如做一個這樣, 因為最多人, 尤其是退化性關節炎, 我們坐在這裏都有, 你要跟他講講, 如果你有退化性關節炎, 應該怎樣處理, 兩分鐘, 開頭不要亂吃, 我可以擔保你有一種藥, 吃爛你的胃, 但不要緊, 必要時你都要吃, 我今早才能開到Naproxen 500, 開頭那些關節炎, 你一證實了退化性關節炎, 什麼叫退化? 骨,磨骨, 因為那個胸膜薄了, 而且本來很滑, 現在不是了, 又有沾骨, 刮一下, 刮一下就來了, 所以我們照X-ray看什麼, 看是不是退化, 看到的, 那個胸膜, 哇, 真的薄了, 那個菇醒了, 本來睡了的菇, 本來很厚的, 磨極度, 像你的地毯底下的屁股, 慘了, 磨一下磨一下, 你又不認老, 86歲還說, 為何我痛, 你骨磨骨, 你從事不是骨磨骨, 一刺激它, 好多刺激它, 它就生尖骨了, 它不滑的, 不是骨磨骨, 我們那個膠也是一樣的, 盤骨這個膠也是, 本來一個碗和一個波, 很滑的, 我們的主要牧師, 前一星期開了刀, 要換了, 換Total hip, 那裏又癌癌癌癌癌, 這個波本來很圓, 它就變了很多骨, 一開始是痛的, 甚麼都沒有, 很簡單, 只吃些少少輕的, 少少Aspirin, 少少Taleno, 都夠了, 但到何時衰了呢, 開始, 腫熱, 很熱, 沒有來死, 熱的, 還有有水, 有水, 很多醫生, 如果肯定你是退化性骨子炎, 他就不理會, 但如果我懷疑, 死吧, 這個男人, 我不能死賴, 他是退化性骨子炎, 可能他真的有風景, 那些水就抽出來看得到, 如果到發炎的時候, 就要吃甚麼, 燒鹽丸, 即是, 窩櫃買到的了, Advil, Motrin, 那些全部都是壞胃, 所以我一定說, 空肚食就死定了, 尤其是老人, 他們做老人科醫生, 一開那些藥, 那些保險公司馬上寫信來, 很厲害, 你是不是真的要給這隻? 我們有分數, 有分數, 有甚麼呢? 保護他的胃, 吃些胃藥, 不是, 他做不到人, 最主要就是, 這個人不是那麼老, 他七十多歲, 他一直在那裡哭, 又出不到街賣菜, 他又不死, 死了就不死了, 我有次在電台, 怎麼搞啊, 怎麼搞啊, 他說, 你相信我啦, 相信我啦, 終於有一天, 你不會再痛的了, 他說, 多謝醫生, 實際上說, 終於死了, 就不會痛, 但我的責任就是, 由現在去到死了那天, 怎樣幫他, 我們現在幫得很離譜, 好像剛才說, 用了癌症藥, 但那些消炎藥, 如果醫生給你, 你吃, 你就要留意你的胃, 你胸肚吃, 就死定了, 所以一定要飽肚, 如果有什麼不妥, 就吃胃藥, 過了骨就不要吃了, 這些是治標不治本, 沒有人治好你, 那你就繼續做人, 如果療酸, 你就拼命戒口, 各個方法不同, 做中醫就很自然, 所以他說, 食療我不認識, 但是療酸我就認識, 中醫所有關節, 我都可以贊成的, 我不理你什麼, 中醫關節炎封濕, 中醫是說封濕的, 他全部非禽不准吃, 酸藥不准吃, 這是真的, 有沒有道理有的, 療酸痛風症, 一吃酸藥就比較壞, OK, 非禽那些中醫就說, 雞呀, 鵝呀, 鴨呀, 那些下班很毒, 最壞就是火雞, 你一吃火雞就痛了, 你不到你不相信他, 這樣就, OK, 劉劉醫生, OK, 好了, 恭喜你, 喜喜羊羊, 就羊羊得意, 我跟你說, 三羊開泰, 你又不說, OK, 我不懂, 冷碎, 不是冷碎, OK, 祝大家, 今年好過去年, 好呀, 好呀, 二三一年, 二三一年, 一年, 年輕一點, 現在都挺英俊的, 方醫生要去看病, 那我呢, 或者我做一個簡單, 我要你告訴他, OK, 我呢, 我要跟大家稍微講一講, 做一個總結, 其實風濕本身有十二種病, 關節是比較少的, 有十二種病, 剛才已經講過了, 包括風濕心臟病, 說到紅斑狼瘡, 有十二種病, 所以我們只講風濕, 就不是關節炎, 我們很多人就只講一件事, 類風濕本身跟關節炎有關係, 但其他很多, 有十一種病是跟關節炎沒有關係, 關節炎也不只是風濕, 有很多不同原因引起關節炎, 剛才說了, 有退發性關節炎, 有尿酸過多, 有類風濕, 所以這兩件事, 我和大家分解一下, 好, 我剛才風濕講了, 有一件事,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大部份的人, 都有關節炎, 即是我說退發性關節炎, 因為年紀大, 退發性關節炎, 如果你說, 有些人我頂得順的, 我不痛的, 我不吃藥, 都可以的, 因為退發性關節炎, 不是經常痛的, 它是有時痛, 有時不痛, 痛到幾天又不痛, 有人問, 到底我痛, 要不要吃藥呢, 如果你痛到, 影響到你工作, 影響到你行路, 影響到你工作, 我就提示你吃藥, 你吃藥, 剛才說過, 這些藥會傷胃, 最簡單的就是, 你吃所有藥, 就是關於退發性關節炎的藥, 最好就是飯後吃, 有些說不行, 我吃了飯都不行, 都還有辦法, 因為現在有一種藥, 叫做保胃的藥, 這個保胃的藥, 就好像油漆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你吃的藥, 一般關節炎的藥, 它是直接刺激你胃的膜, 它有很多是酸性的, 你吃了你的胃不舒服, 但你可以吃一粒藥, 之前你吃風濕的藥之前, 吃一粒藥, 就要保衛的藥, 保護的藥, 即是怎樣保護法呢, 我講好像油漆一樣, 現在油漆一層厚的漆在牆上, 變成你都弄髒我的牆, 如果你這個保胃藥, 如果你能夠吃了那種藥, 你胃裡面的黏膜, 就保護了, 就好像有一層口疾油在那裡, 那你的酸性的消炎藥, 就不會刺激你的胃, 你又不會覺得胃不舒服, 你說這麼複雜, 要吃兩樣藥, 你可以不吃的, 我不一定說你一定要吃藥, 但如果你痛到, 影響你的日常生活, 我就提現你吃,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不只是痛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很多人都抵得痛, 但如果你一般來說, 痛就不會動, 這是最糟的, 我覺得這個關節炎最困難, 就是你的關節緊了, 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平時動, 關節就不會緊, 你走路, 你舉手, 你投足, 但如果你痛, 你不動, 你說我最多不動, 如果你說我不舉手, 三個月, 因為我一舉就痛, 我不舉手三個月, 我遲下舉不了手, 因為關節緊了, 那你就麻煩了, 就是說, 你的關節緊了, 所以, 那就比痛, 有很多事情你不能做, 或者有些人說, 我的手不能去後面, 所以你有關節炎, 雖然你痛, 你都要做一些運動, 每天, 關節都要動, 特別你痛的關節, 我不是叫做極強烈運動, 你都要動一下, 活動一下, 讓關節炎不要緊, 這是另一種關節炎, 需要知道的事情, 關於吃藥的事情, 方醫生經常都說, 叫人不要吃藥, 他說最好你, 可以就不吃, 當然是, 我不是鼓勵大家吃藥, 即是你, 即是你, 不需要吃就不吃, 但很多時候需要吃, 但如果你需要吃都不吃, 我覺得你自己的人生沒有樂趣, 我跟大家說一件事, 大家都聽我說的, 我現在不是說風濕, 我爸爸又有心臟, 有問題, 即是現在他過了身, 又有糖尿病, 又有膽護唇膏, 很麻煩, 當時我在美中, 我是八幾年出來, 八七年出來, 出來的時候, 我爸爸已經八十幾歲, 當時呢, 他就說, 他喜歡去喝茶, 我就跟他去喝茶, 叫什麼, 叫炸蝦丸, 蟹蓋等等, 我說爸爸, 你這樣搞怎麼可以啊, 我說你又有糖尿病, 他又喜歡吃甜的東西, 然後又有芒果布丁, 又有糖尿病, 又膽護唇膏, 那你這樣吃法不是老, 我說不如你戒口吧, 那你那個爸爸怎麼說呢, 我說他笑, 大笑, 他那時候八十幾歲, 他說你叫我戒口, 你知不知道我來美光, 又龍又啞又壞, 即是不懂英文, 沒有什麼說, 即是不懂, 我又不懂駕車又壞, 他說我現在在這裡, 你說我退休嗎, 我最, 即是人生的樂趣, 即是最弱, 一天能夠, 能夠, 可以看得到, 盼望得到, 就吃, 他說我喜歡吃, 那你叫我不好吃嗎, 那我就是沒有人生樂趣了, 他說你那我現在做什麼呢, 你叫我長, 一百歲就怎樣呢, 沒有人生樂趣, 他說如果你是乖的, 乖仔的話呢, 你就不要叫我戒口, 他說你呢, 你就, 你就, 給我一些藥, 我吃的時候, 什麼都吃單, 我喜歡吃什麼就吃什麼, 大家不要笑, 這個是一個, 關乎一個, 即是我說的, 一些的, 即是, 理論的問題, 那就是吃藥, 即是, 換句話來說呢, 我們在人生裏面呢, 我們都要知道, 你是可以戒口, 可以不戒口, 你可以吃藥各方面的東西, 那你要看看你自己的那個, 即是, 即是, 思想了, 那你說我, 我沒錯, 吃藥是, 不是好東西, 我不是叫大家, 即是鼓勵大家吃藥, 但如果你因為吃藥, 而能夠幫助了你的生活, 幫助了你的人生的話呢, 那你不妨吃藥, 那當然藥也有它的限制, 也有它的副作用, 那大家也要知道, 那就要衡量一下這樣, 那好, 那我現在問一下, 問大家, 給大家一個時候來問問題, 有沒有問題, 你可以問我了, 有沒有任何藥問題, 我給大家有些時候, 因為我們這裡講了的, 即是, 你看這裡, 有問題解答的, 你可以問我關於關節炎的, 風濕的, 或者其他, 都可以, 是, 我呢, 因為你的手, 又退化關節炎, 那看醫生, 醫生要我做物理治療, 做運動, 那醫生又是, 好像你這樣說, 如果不動, 痛也好, 都要動, 那我問, 要動多久呢? 那, 你肩膀痛難, 你肩膀痛有幾樣東西, 就是, 同樣我們叫五十肩, 五十肩其實是肩周炎, 即是, 你的肩膀, 不一定是風濕, 不一定是關節炎, 是你的關節附近那些, 筋啊, 肌肉啊, 人帶啊, 發炎, 或者也是關節炎, 那你痛呢? 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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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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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特別是, 你個醫生對的, 如果你不動, 痛就不動, 那你遲下你就舉不到手, 你疏頭也無法, 因為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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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痛了, 那,你說要做多久呢? 做到你可以,可以, 整個手舉起, 以後都,都可以, 舉起都不痛, 即是,就算有少少疼你可以舉起, 就沒有任何的, 阻礙, 你這個做, 其實你這個做, 這件事是很容易的, 如果我肩膀痛,我去做物理治疗 我将手举,不需要去健物理治疗 我教你这个方法 我们叫做手指行长 如何是手指行长 你去到长度,现在我举手到这里 但不能起,你去到长度 在下面,你一直这样上 手指向,我去到这里,手指向长上 上到多少?我上到这里痛了 不好了,算了 我一天就做几次 每次是希望上多些 如果你每天做十次八次,一度痛就停 你慢慢做一两个礼拜就可以上到顶 这是一个肩膀痛的手指导 做到什么时候? 你可以说做到没事了 现在我举手都完全没事了 你可以停 但一会有事就继续做 好,有没有其他问题? 对不起 对不起 后面 说的是中药或西药? 保护中药或西药? 西药 西药 中药 你现在说吃西药 我说的那些 方医生刚才说的那种是消炎药 这个消炎药不是杀菌那种 是一种消炎药 一般来说消炎药 你不一定看医生的 很多都可以买的 那些什么Advil Aleaf 那种 医生开给你 就比较强一点 那些药 所有的药都刺激胃的 对胃有需要 那你便要吃一些保护胃的药 那些保护胃的药 那种药 我想那种药 是要医生自己开的 那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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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几种药 在街卖可以买的 譬如Santec Pryloset 那些是胃酸的 那些是降胃酸的药 降胃酸的药 不是保护胃的药 保护胃的药是另一种 那些药 那些药 我说给你也没用的 那些是要医生开的 所以你说你要吃的话 如果医生开一些消炎药 给你 那你问他 可不可以开一些 保护胃的药 给你 OK 是 治疗 雷风湿病 现在一个就是 痣癌的药 一个雷股神 一个打针 打针 他不是吃痣癌的药 那两种是哪个效果厚一些 负作用少一些 那些 你打针 打针那些 其实就 很久 一个星期打一次 甚至一个月打一次都有 那些药 那些药的负作用又低一些 但是很贵 很多保险不包 如果不包真的很贵 那些药 我说治癌那种药 比较便宜 那些药 一个星期吃四粒 不太多 那种药 那种药 现在就用了很久了 用了来 治疗雷风湿 我也有好几个病人 是这一方面的 就是吃这一方面的药 其实 那个负作用 不是很大的 它是自某一种的癌 所以 现在那些 特别是那些 那些雷风湿专家 多数都是开药给你的 如果你问我的话 如果你有钱 那便可以 打针有些人有麻烦 你要去找医生打 我普通来说 你要打针 你要每个星期打 你要每个星期 除非你自己打 很多人自己不敢打针 找医生打 就变得麻烦 但是那些药 吃抗癌的药 一般人都是可以的 可以 没那么麻烦 OK 如果负作用 一个两者 负作用 哪个少一些 我是说 如果负作用少一些 是打针那种负作用 少一些 但是 我觉得 这种抗癌药 负作用都不是那么多 所以都 几多人 这种药 不需要经常要咸血 看看有没有 白血头低 就是 可以用 因为有些抗癌药 很麻烦 有些人吃了 你又脱头发 又什么什么 他这些 白血头太低 你这种就 没那么 没那么 可以 有那种负作用 我们平常 饮食 应该 怎样补充 我想 你现在 你那个 你现在和饮食 没什么大关系 你这个 就是我说 你吃那粒 现在你说的那两种药 Ambrox打针那种药 和抗癌药 两种 你用都不是饮食补充 都没有什么 不需要有什么饮食补充 是 有没有其他问题 请问你 我有个朋友 那些十只手指的骨 都曲了 那些是 雷锋濕的 那些是 你手指 大家要注意 你手指要曲了 弯曲了 你叫做 边形 那些就是雷锋濕 但你说 如果它还是直的 不过是肿 每一个关节肿 那些就不是 那些很多 其实 一般来说 退化性关节 最先 一般来说 最先痛是手痛先 和手指的关节 它没有变形 但它就肿 肿了 那些就是 你要看看 如果它弯了 曲了 那些就是雷锋濕 特别是这样的 那些 边形 那些叫做边形 不是种 有些有看过 脚子公旁边有骨 有骨 脚子公旁边有骨 那些不一定是关节炎 那些有斌人 那些不一定是关节炎 那些不一定是关节炎 那些是另外一个 生多骨 那些穿鞋 那些不是关节炎 那些不是关节炎 那些是肿肿 腫了 大了一块骨 有没有问题 还 难道 没有风湿 鬆成有 怎样 你如果风湿 你这个不是雷风湿 看你的样子 你 还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 是 女生我想问 你 那个手 那个手 你这个是 推法性关节炎 我一看就知道 你这个不是雷风湿 不是雷风湿 不是雷风湿 推法性关节炎 退化性关炎就五六十岁开始 就是退化性关节炎 二三十岁开始是雷风湿 这个是年龄关系 我去看那个空湿波医生 他说没得医的 你没得医的 风湿是没得医的 他说没得医的 现在很可惜 现在无论雷风湿也好 就算退化性关炎也好 我们只能够帮你控制你的病情 就不可以根治 你说我手指弄了 可不可以给药我吃剩下 不行 我现在关节肿了 我可不可以吃药 吃了之后我剩下 不行 但是你说我现在不过有痛 又有疑 那我给你吃就不痛 或者没那么肿 就是这样 这个是一个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是 关节炎 刚才说 就是说 酸的东西 不用吃了 西医老实说 西医就普通的关节炎 就不用戒口 如果说不是通风症 那中医就叫你不要吃酸的东西 不要吃那些加琴鸡鸽鸽的东西 就是这样 有没有问题 还有 如果没有问题 哪一位负责 这里的 Jero 如果没有 没有人在这里 那我负责了 如果没有问题 现在大家 我们有些时间 让大家可以留在这里 聊聊天 有些茶点 来招呼大家 不需要 不需要 趕着走 我们在这里可以聊聊天 那我们先做个祈祷 师父感谢你 因为你是创造我们 你知道我们身体的需要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都有病 身体胃和 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求主你帮助我们 藉着医药讲座 叫我们有些医药知识 叫我们大家能够有更健康的身体 能够享受你为我们预备的丰富 台上的食物求你特别祝福 叫我们大家能够予相交和谈谈 能够过着一个快乐的生活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明求 阿们 OK 请